HELLO 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這一集就只是想跟各位聊聊對於RTS視為的一些感想啦 那畢竟自己目前正直就是一個遊戲企劃嘛 對於遊戲界的業界變化其實也都看在眼裡 那我也並不是一個守舊型的玩家 我喜歡追求新潮,也喜歡追求新的遊戲 也喜歡嘗試各種不同遊戲的類型 所以我認為接觸不同的作品可以幫助自己創作 也可以思考更多的可能性 那遙響約略十年前的時候,TESL在台灣創立了嘛 然後帶起了一波電競風潮 尤其是星海爭霸2那時候可以選為當時的項目之一 也是真的讓我非常的興奮 當時業餘聯賽的選拔也同時的開跑 曾經我也是在努力追求星海2排名的業餘選手之一啦 那時候正好在念大學嘛 那一下課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打開電腦 不疑慮的練 死命的去練 練到每天下課都覺得好像在上班一樣 然後比賽的RP也不斷的看 RP也不斷的重播來練習 為了就是希望能在比賽中拿到關鍵的一勝 然而時過境遷 RTS也逐漸的視為了 那星海爭霸2這款遊戲當然也逐漸的喪失了玩家 對於我們這些喜好RTS的玩家來說 當然其實不是一件好消息 因為其實不只是星海爭霸 還有很多RTS遊戲也是走向這個命運 但其實也不難理解 畢竟在這個年代 比較休閒於樂的遊戲肯定是比較受歡迎的嘛 畢竟一般玩家不會遭受前期巨大的壓力 那這種遊戲玩起來還是會相對比較開心 一路被虐上來的感覺 實在不是一個很好的體驗啦 相信任誰也不會覺得被虐是一件很爽快的事情吧 但我們這類玩家享受的其實不僅僅是勝利而已 我們更享受的是從那個逆境中反敗而且成長的這種感覺 所以在RTS遊玩的過程中 帶給我們的刺激感 以及那種即時思考的緊湊感 我相信是很多朋友現在依然會喜歡RTS的原因之一吧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下班了這麼累 還選擇這種遊戲虐待自己呢 當然是因為它有莫大的變化跟可能性啦 以及勝利的時候可以帶給我們的成就感 能贏得一場比賽對我們這種玩家來說 是一種對自己的認可 最早耳熟能詳的作品 像是世紀帝國啦 紅色警戒等等 都是從農民然後一路蓋軍營 生產單位然後開始組建進攻態勢 然後推進敵人 所以每次開啟一個戰場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這場我要選擇裸開基地或者是快攻突襲 空頭騷擾又或者是歸一個大後期 每次開戰的時候都會先想好這場要執行的策略 這件事情有多麼有意思 更不用說開戰之後又會有各種不一樣的臨場變化 逼著你去做一些必須改變的策略 當你每一場結束之後呢 你會存下你的RP 不斷地回味自己勝利的過程 又或者是從你輸掉的重播中繼續教訓 改善每一場做不好的地方 然後慢慢去做修正 我想這應該都是曾經努力練習 即時戰略玩家們的共同回憶吧 那即時戰略其實也不是每一款都會像星海爭霸這樣子難以上手啦 對於操作力跟即時反應力不夠的玩家來說呢 其實還是有很多作品可以選擇 例如比較知名的英雄聯隊 或者是我們頻道最出名的全軍破敵 那這些遊戲都是能讓守殘黨有一絲希望能戰勝高手的一個佳作 減少更多的操作 那更著重在策略面的發揮 能讓一些APM不高的玩家也可以享受即時戰略的樂趣 那又以全軍破敵來說 撇除了大部分需要從戰鬥場景就開始採集資源的這種緊迫感 改為用回合制的戰役模式 讓玩家可以藉由回合策略來生產軍隊 然後降低很大一部分的這個在遊戲中運營的壓力 英雄聯隊這類遊戲呢 也將資源去做一個最簡化的一個設計 就是你只需要去佔領據點 那你就可以自動的去產生資源 讓玩家把每一份的專注力都充分的運用在戰鬥上面 而不是花腦袋想著我要生產多少的農民 那當然啦 即便是說這樣去做也不代表說你這樣獲取資源或是運營的方面會比較簡單就是了 但起碼可以減輕你不少的運營壓力 畢竟你的思考時間都拉得比較長耶 即時戰略 意味著你必須要時時刻刻的保持你高度的專注能力 一場遊戲下來我自己也會感受到疲倦萬分 學生可能感受還不深啦 那像我們這種社會人士 下班回家玩的話呢 這個類感真的是不言而喻 一天上去頂多打個三到五場 就已經覺得我今天的後打應該是夠了 就會選擇下線去休息 那這樣其實就會造成線上對戰人數不夠 那不夠的情況下匹配人數就會下降 那連鎖反應就是其他玩家會收不到人 那這類型遊戲如果沒人玩的話呢 搜索太久就會造成玩家的流失 因為沒有人想用你下班或是寶貴的時間去排隊吧 那也因為每一場花掉的專注力會非常的高 那你就更不想輸掉比賽 意味著你需要花了大把時間去做一個反覆的練習 不斷的跟玩家對決 不斷檢討自己的過錯 不斷的改進自己的失誤 那說實在啦 在有工作的成年人之下 要打到這樣的安排 真的是還蠻天方夜談的 下班之後呢 還要上另一種班 能做到的人真的少之又少 即時戰略的高手跟新手的差異有極大 所以在單挑的情況下呢 高手真的可以把你打到都出不了家門 這件事情應該是會讓新手都會極度崩潰的狀況 因為完全沒有讓新手能喘息的任何機會 而且大部分休閒玩家其實不太能接受自己是 1v1輸掉的 那因為這個輸掉的藉口就是自己的問題 毫無藉口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類型的遊戲 逐漸的喪失人口的原因 畢竟沒有人喜歡輸的感覺嘛 也就是這個原因造成RTS玩家的大量出走 那也就會讓更多的遊戲公司 其實更不願意推出這樣類型的作品 因為沒有玩家代表就沒有收益 那沒有收益的話呢 遊戲開發商怎麼可能會有意願去投資開發這樣類型的遊戲呢 更多的團隊PVP遊戲 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來 例如鬥爭特工 例如 英雄聯盟 DOTA 還有APEX PUBG等等這些遊戲 這類遊戲的出現又讓玩家有一個新的PVP的選擇 而且是在有隊友的情況下 那這種情況就可以讓很多人對於單挑的壓力來說 減輕非常多 因為有很多的藉口可以來說服自己的失敗 總是抱怨著隊友太爛阿 組合不好阿 對手是AT團等等阿 這些理由 所以如果各位有在玩這類遊戲的話呢 應該也會覺得嘴炮很多吧 因為反正都是別人的問題的感覺 然而這一類團體的PVP遊戲其實很好而減輕了 單挑所帶來勝敗的壓力 如果輸了你還不用承認是自己的問題 所以當然就可以吸引更多的玩家轉而加入這些PVP的遊戲 那當然你又有個三五好友 能一起開羽音組隊的話 那絕對是樂趣倍增 那當然我講到這邊並不是想要貶低這些遊戲有不好 因為我自己也會去玩 因為我畢竟不是真的說都不會感覺到疲倦 有時候真的不是那麼有精神專注去打一個即時戰略的對戰的時候 我也是會考慮去玩這一類的團體PVP遊戲的 人們都喜歡競爭 都喜歡分個輸贏 不管是比薪水 比分數等等 更不用說遊戲當然就是要分個輸贏 競技遊戲就是一個很好證明自己實力的地方 所以我還是相信會有更多的即時戰略的加作會出現 那以近期最期待的作品的話 肯定是魔獸爭霸3的重製版 那又或者是世紀帝國2的重製版 也有消息說世紀帝國4已經在開發當中了 那其實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作品 雖然有些其實不算是新作 可是如果能重製以前的經典 或多或少我們可以再次吸引一些新玩家加入 想想要是魔獸爭霸3重製之後呢 我們可以體驗當年的 模型重製高畫質的對戰體驗 那想到這邊就感到興奮了 因為如果到時候魔獸爭霸3可以再燃起一次對戰的可能性的話 或許或許我也會再次投入去練一下正規的對戰版 那當然還有更多的新作品我這邊就不一一列出了 我只是希望說 這些作品推出之後都可以期待能吸引更多的玩家 來加入這個RTS的行列 那當然我自己就是因為喜歡這個類型的遊戲 所以我才會堅持去做一些對戰的節目 來活絡一下即時戰略這個社群 當初全軍破敵三國呢 我也是想要推廣出去給更多新人知道這個類型的遊戲魅力 所以我才會選擇做了那麼多的教學片 也是成功的吸引很多玩家關速到全軍三國 也能讓這些玩家嘗試一下即時戰略這種類型的遊戲 或許之後這些人就會有人轉化成喜歡即時戰略遊戲的玩家也說不定 也或許慢慢會對這些圈子有所改善 那頻道當然也會持續關注這一系列的作品 也希望能跟著還喜歡這些遊戲的朋友一起看看新的作品 能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即時戰略的行列 那麼我是安迪 先聊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那喜歡這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訂閱一下 按個讚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不同的影片推出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